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是SPA和SJRG的一个基本的介绍 然后第二部分是数据湖格式 我会介绍当前数据湖主流的使用格式 包括Hoodie还有Delta 另外一个就是设计C10路湖 我会重点介绍一下我们在设计C10路湖这个场点下 遇到一些问题以及对应的解决方案 最后一部分是未来工作 主要介绍我们未来在这块需要做一些事情 首先是SPA和SJRG的一个介绍 SPA和SJRG的话 它是一个基于MicroBatch的一个牛处理引擎 它主要是把牛切分成一系列的P 然后通过P的方式去处理 这也是它和Flink Storm这些纯牛引擎一个很大的不同点 它提供了一个容错的支持 包括任务失败的从事 作业出错之后 未点的一个回滚 以及可扩展性 因为它本身是构源在SPA和SJRG的一个分布式引擎 相当于一个牛阶段引擎 所以它天然具有可扩展性 以及端端端的一个Z1S的羽翼的支持 编程接口的话 它提供的是DataFrame的一个API接口 在牛引擎功能上 它支持Windows、Watermark、UCG 这些牛引擎最基本的功能 另外的话 它社区也在开发Continuous Processing这种处理模型 这种模型的话 它相比MicroBatch的模式 就更低了一个实验性 这是SPA和SJRG运行的一个运行机制的一个图 前面我们提到了 SPA和SJRG运行它是一个基于MicroBatch的一个牛处理引擎 所以它会首先在源头将牛切分成一线的批次 然后切分的密度 取得你的实验性要求 你可以是一个5分钟的或一个10分钟的这样一个切分力度 然后每个批次会有一个唯一的Best ID Best ID是递子帧的 然后它会去起一个批作业去依次处理这些批次 同时在它也会维护一个切分的目录 里面会存放一些留作业运行中的状态信息 以及未典信息 当批作业运行完成以后 它会在Commit目录下生一个Commit的文件 来确认这是运行的成功 如果作业失败了 那么它会从Auto 恢复上一次处理的批次的未典信息 从一开始运行 这是它的一个容错 以及Easy-wise机制的实现 这下面是StriX-Gaming的一个编程接口 它主要提供的是DataFilm的一个编程接口 在实验上其实和写Spa和P2H类似的 它也是先要去构建一个Spa设计的对象 然后通过RedStream去定义源头的Source的信息 包括Source Format Source一些配置参数 然后是编写计算处理逻辑 然后最后是调RedStream去定义输出表的一个信息 包括输表的Format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要定义7kpoint的目录 Movn的话它是把7kpoint装载存在内存中的 所以在生产环境上需要去整理一个7kpoint的目录 来保证可耗性 另外它也提供了一个高级的接口 就是ForH-Batch的接口 在里面可以去拿到每个MacBook的一个分文对象 然后在里面可以做一些更为复杂一些逻辑处理 另外一个是Streaming SQL的一个变成接口 这个是我们团队在Spa之上扩展的一个能力 主要是可以通过存SQL方式去写流失作业 然后降低Spa流失作业的一个开发成本 主要写法上其实和P-SQL类似 只为我们是定了一个Critus Dream的一个语法 然后这里面去创建一个流失作业 下面是数据壶格式部分的介绍 我首先会介绍一下Hoodie格式 介绍一下Hoodie格式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一些特性以及它一个基本的原理 然后会简单的去介绍一下DNA的格式 首先是Hoodie格式 Hoodie的话它是一个开源的数据壶格式 当然它也是AppC的顶级项目 然后它能提供一个分钟级死销性的一个读写支持 呃支持呃流失的读写 同时也支持P的读写 因为它可以支持多种引擎 呃在写路方面 它支持SPARK和FLINK引擎 然后数据查询的话 它支持SPARK Prestor 还有FLINK 等引擎 呃它提供一个对小文件的一个智能处理的能力 就是说在数据显入的过程中 它会呃自动去填屏小文件 来尽量的减少小文件的产生 成为提高查询的性能 这也是它和其他格式相比一个呃 比较明显的一个优势 呃另外一个是对UpdateDelete的支持 它支持数据的呃批量的真伤感察操作 呃另外一个就是数据版本的管理 呃每次数据的更新 那么都会升到一个新的数据版本 那么Hoodie的话 它通过一个timeline的机制 那管理这些版本的数据 呃同时它也提供一些版本呃治理的能力 比如说过期版本的清理 以及呃版本的回滚的能力 呃另外一个就是SKEMA 使用了一个路线的支持 呃它可以支持SKEMA的写路 呃Hoodie的话它有两种类型的表 呃一种是Copy and Write表 而Copy and Write表的话 它就是数据呃存放在列程文件中 比如说parquet中 然后每次数据的更新操作 嗯它需要去 rewrite整个文件 所以它会成为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写放大 呃为了优化这种写放大呢 那它提出了另外一种呃表格是 是merging and Read merging and Read的话 它是呃使用列程文件加呃 呃log文件来存放数据 呃 呃文件比如说AVAR格式 呃最新的数据 它会先写到AVAR里面去 然后它会定期去做一个compaction compaction 所以上面操作会把呃log文件里面的数据呃 呃合编到parquet里面去 然后在数据呃 这样的话 它又相比Copy and Write的话 就有一个优势 就是它的写放大不会那么呃 那么严重啊 但是在读取间的话 它需要去将 parquet里面的数据和log里面的数据做一个merging 所以它在读取方面呃 比Copy and Write性能会要差一些 呃下面这张图是Copy and Write表的一个写读 和读取的一个示意图 呃 呼地里面的话 文件它是按照fairgroup来组织的 就每个分区下面文件 它有很多个fairgroup 而每个fairgroup 它是表示罗络上的一组数据 然后这个数据它有很多个版本 每个版本都有一个文件 而每次数据的更新操作 会在这个fairgroup下面会生成一个新的版本 而这些版不同版本的文件呢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fairid 这个fairid就代表这个fairgroup 一个唯一的一个id标识 而同时每个版本的文件里面 会带上它的一个版本的时间信息 呃可以看到这张图里面实际上是有四个fairgroup 比如说 在写录的时候 比如说10点10分 有一批数据写录 那么忽利他首先会去 通过他的索引机制 找到每个一条记录 他的他的组件位于哪个fairgroup里面 当然有可能说这个 这个 当然有可能说这个组 这个条记录不属于任何一个现有的fairgroup 那么他会给他分配一个新的fairgroup 然后数据写录 写录的时候 他会先把这个fairgroup原来的文件读出来 和当前的 记录这个密集 这个最新版本的文件 然后写到这个fairgroup里面去 如果是新的fairgroup 他会生成一个新的文件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图里面fairgroup1和fairgroup2 他是有两 这两个fairgroup 实际上是发上一个数据的 生成一个新的版本 然后fairgroup3的话 他因为没有数据的更新 所以他没有一个没有数据的版本的生成 而每次写录操作完成 那么他会生在他们那里面 会生成一个新生成一个committer的一个文件 表示这是提交的成功 然后在数据查询阶段 比如说我要查10点10分这个版本的数据 那么他会去每个fairgroup 去找找这个版本对应的文件 如果说这个fairgroup里面没有这个版本的文件 那么他会找最新 离这个版本最近的一个版本 比如说fairgroup3 他会找10点10.05分的文件 右边这张图是merging rate的一个示意图 他和quepin rate其实比较类似的 不同的是说 他的每个fairgroup里面 除了排汇文件以外 还会包含包含 包含埃瓦格式的log文件 那么数据首先会写到埃瓦格式里面去 每次写录完成 他会生一个 deltacommit这样一个文件 然后move的话是5个deltacommit之后 他会做的是complexing complexing的话 他是将a1里面的数据 和和排汇里面的数据 做一个merging 得到一个新版本的排汇文件 然后在数据读取间的话 他是将a1里面的数据 和排汇里面的数据 做一个merging 得到一个最新的数据 然后是呼笛索引的介绍 呼笛的更新的话 他是应该于他的索引 通过索引去找k 他对应的fail id 索引的分量的话 他分两种 一种是global level 就是全局索引 就是k 他是一个全文件的一个 唯一的一个组件 组件 然后另外一个是particing级别 索引就是说 这个k 他是一个分区级别的 唯一的一个k 那么他索引有的分区级别的 目前类似的索引有以下几种 一个是sample sample就是他通过 主要通过join的方式去 去实现索引的能力 另外一个是不能filter 他会利用不能filter 去做一些过滤优化 去优化这个索引的 查导性能 还有一个是hbase hbase的话 他主要是 用hbase来存放 可以和failidea 硬设的关系 对 然后下面是DataNake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DataNake的话 他 是DWS开业的一个数据户格式 所以他跟spark 生态是结合的非常非常紧密的 嗯 他也支持牛批的一个读写操作 以及多版本的管理 以及同时也 当然也支持update delete操作 他也支持schema evalution 也支持并发写 自制变化写控制 变化写控制 就是说可以允许多个writer同时去写一张Delta表 另外他也支持time travel 就是时间旅行 就可以查询历史版本的数据 可以看到他和互利在很多方面上是比较类似的 下面下面这部分是设计C10路夫部分的介绍 我主要会首先介绍一下设计C10路夫的一个场景 然后是CC10路夫存在一些性能问题 以及我们给出一个解决方案 另外最后一个就是CC10路夫的一个版本管理的问题 首先是CC10路夫场景的介绍 CC10路夫实际就是变更进入了一个捕获 就是将变更的数据如何写到 税壶格式里面去 比如说税库的数据 它会产生一些blog 然后这些blog 通过SPAXG20据名消费流逝消费之后 我写到Hoodie或者Delta格式里面去 底层对应的存储的话 一般是HDFS或者说是云存储 比如说OSS、AdSandum 那么SPAXG20据名怎么去实现这种实时的设计C 它主要是利用SPAXG20据名一个MacroBatch的能力 将圆头签分成一个小的批次 然后这些小的批次 再去和Hoodie或者Delta表做一个Magic的操作 在代表层面上的话 它主要是利用了前面提到的4HBatch的接口 然后它拿在这个接口里面去拿到每个Batch 它的一个Delta表层面对象 然后再和目标表去支撑一个MagicCommand这样一个作业 当然 因为Magic操作是一个比较重的一个操作 它存了一个需要去通过索引去找找找那个文件 所以呢 MailBatch的力度不易过小 一般可以设成分钟级别的时效性 比如说5分钟10分钟等 传统的 实际上在传统的数仓里面也会存到一个类似的链路 就是说将传统的Blog数据去写到数仓里面去 一般的实现方式就是说 先会通过一个实时链路 将Blog数据实时同步到一个明细表 按天按小时分区 就是每天每小时生成一个Blog的明细表 然后再定时按天按小时定时去起个批作业去MailB 将历史的全链表和当天的一个明细表MailB 得到一个新的版本 可以每天或每小时产生一个版本 这种方案的话它存在一些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实际性差 因为它需要一个批作业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它的实际性是一个小时级或者是天级的 另外一个是维护成本高 因为它需要两条链路 一条是实时的Blog同步的链路 另外一个是P2M级的链路 还有一个就是存储的利用率会比较低 因为它比如说每天一个版本的话 那么每天的版本里面都会包含历史所有的全量的数据 然后版本和版本之间数据是没有一个共享的 比如说我一个集团的case 比如说我今天只有一条记录发生的更新 那么我也 那么今天这个版本里面也会包含历史所有的数据 那么这个存储的开销就会比较大 那么采用数据壶实时设计C的方法呢 就有相比传统数仓方法呢 相比就有一个更优的更好的优势 首先第一个是它的实效性会更好 因为它是一个存实时的链路 然后可以做到一个分冬季的一个时效性 另外一个是它的唯物成本更低 因为它只有一个一个实实的作业 不需要像编动的路仓一样 需要维护两个作业 另外一个是节省存储成本 因为税务格式里面这种版本和版本之间 它的存储是有共享的 比如说今天我只更新了一条记录 那么只有这条记录所对应的那个文件 需要重新 rewrite 掉 而其他的文件实际上是完全可以 可以可以共享的 这样可以在版本和版本之间 可以共用很多文件 可以大大的减少这种存储的开销 下面是实时CAC路虎 我们遇到一个性能问题 而主要的这块最主要性的问题 就是所以你的性能问题 因为数据在更新过程中需要去找 可以所在的文件 目前一般都是基于join 或者不能file来实现 那么它存在的问题就是说 随着结果表里面的文件的增加 那么这个所影的性能会急剧的下降 那么我们在呼地上呢 正在这个问题提出了一种 基于分桶的一个所影优化 这是呼地内置的一个index 呼地内置的index 所以里面呢它是每个k都需要去分区里面 去找它对应的文件 如果分区里面文件 越来越多的话 那么这个查找的开销会非常大 因为 因为它需要去每个文件下面去找 虽然它呼地它例子 所以有做也不能file优化 但不能file 它也只能确定说 可以不在这个文件里面 但没法确定它在不在 所以所以它还是需要去把文件里面 我们所有的组件读出来 确认来确认一把 所以随着文件数量的越来越多 这个读取的性能开销会越来越大 导致整体的一个所影的性能会急剧下降 基于分桶的所影的话 主要是在分区下面 再去做一个分桶的机制 类似于哈务的分桶表 首先在所影阶段的话 它会首先通过按照k的哈希值 去找去找计算它的分桶分桶ID 然后再去桶里面去去找 这样可以降低搜索的范围 从而大大大提高所影的性能 然后我们这套方案的话 在一个是我们这套方案一个性能测试 在分桶上 每个MacBook 5Gb数据的 是更新场景下 整个所影的性能是有7到8倍的提升 而作业整体的一个执行时间 能提高1到2倍 然后从这个图我们也能看出 看出做了这个分桶所影之后 它的那个 每个Bitech的时间的增长 它会比原来要更加的平缓 下面这个是CAC10路湖的一个版本管理的问题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现在现有的方案 它存在一些问题 现有的模式下呢 它是每个MacBook 5G都会生成一个版本 因为比如说 比如说我6分钟一个MacBook 5G 那么每6分钟就会有一个版本 就会有一个版本生成 这样导致问题是版本会非常多 而实际上我可能需要说按天或者按小时来生成版本 比如说我希望每天生成一个版本 另外一个就是过期版本会被 会被清理掉 像HoodieData这种格式的话 它都会提供一个版本清理的功能 就他会将一些过期的版本清理掉 比如说Hoodie的话 默然会保留最近24个版本 然后之前的版本会被清理掉 因为 这样会导致问题就是说 比如说6分钟一个版本 那么一天的版本数非常多 那么很有可能我前天或昨天版本就会被清理掉 另外一个就是MacBook 里面会存一个数据飘逸的问题 因为MacBook的切分 它不是一个按照未点时间的切分 那么很有可能说 我一个by期里面会包含两天的数据 比如说看这个图 MacBook 3里面的话 它实际上它的实际跨路是 7月2号23点56分 一直到7月3号0点02分 实际上它包含了两天的数据 另外一个就是 Commit的版本时间和系统时间 系统的位点时间是不对应的 因为Commit它现在是个系统时间 但是在流利面我们知道 因为数据存在一个延迟 比如说今天的数据可能有一部分延迟 然后飘逸到了第二天 第二天去提交 那么这一本数据就会出现在第二天的版本里面 这和我们的预期是不符的 我们预期是正常说 我今天的数据里面只包含今天的版本 我今天版本只包含今天的数据 总结下来我们的一个 在CC实时路虎里面 我们的一个需求是说版本内的数据是时间有限的 就是今天的版本里面只包含今天数据 不会包含昨天或前天数据 另外就是我能能够按天按小时维度生的版本 而不是说 美丽不同一个版本 这版本太多了 另外一个是版本的时间和未典时间能够对齐 还有是我希望有些版本管理的功能 比如说我能够清理 清理清理过期版本 或者说版本的回滚的功能 为了实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做了以下一些事情 首先一个是malbatch 按未典时间的一个切分 主要是对malbatch做一个二次切分 比如说batch3里面它包含了两天的数据 那么我会把它切成两块 一块是7月2号的batch 又是7月3号的batch 然后在提交的时候 我会按到时间一次去提交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硕士里面多个分片 它每个每个 多个分片每个分片之间 它的数据是顺序是不一样的 有的分片处理过程比较快 有的分片处理过程比较慢 比如有的分片未典已经到了7月3号 但有的分片还在7月2号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会做一个保虚的操作 保证就说7月2号的处理 先处理 然后再处理7月3号处理 而不会出现 不会出现那种情况 就是说7月2号处理完 然后再处理7月3号 然后再来了一个7月2号处理 这样的话会导致整个committer会乱掉 然后会出现一个数据飘移 通过这些操作通过这些处理 我们可以很好解决一个数据飘移的问题 保证一个数据写入的时候 应该是一个按按照一个未典时间递增的一个写入顺序 另外一个是savepoint的功能 然后前面前面我们提到 某个情况下 每个michael back 几回生的一个版本 这样会导致版本非常多 那么savepoint的话 另外一个就是说 呼吁会会定期 会去清理过期的版本 那么savepoint的话 主要说对某些版本去做一个特殊的标记 比如说我希望一天一个版本的话 那么我可以对每天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commit去做一个savepoint 然后做完savepoint之后 那么在版本清理的时候 那么这个版本就会被保留下来 我又不会被清理 这样就可以实现一天一个版本的需求 savepoint什么时候做呢 就是在时间窗口的凝结点去做 比如说7月2号 7月2号的数据 7月2号的数据已经全部的处理完了 那么我在7月1号最后一个byte 做完之后 我去做一个savepoint 同时savepoint里面 它会维护一个位点时间 和commit的一个映射关系 比如说7月2号 这个savepoint 那我会记录一下savepoint这个时间 和和它的对应的最后一个版本提交的时间 比如说7月2号的数据 最后一个版本是在最后一个batch 是在7月3号0.02分提交的 那么我会在里面去记下 三条映射关系 然后在数据查询阶段 比如说我要查7月2号这个版本的数据 那么会先通过这个映射关系 找到它的最后一个 它的commit版本 然后再去做查询 另外 另外我们也实现一个 实现一些savepoint的管理的能力 比如说修savepoint 有时候我可以显 我也可以展示出当前 这个智商表里面有多少个savepoint 然后肯定savepoint 我可以清理一些不需要的savepoint 比如说我希望 只保留7天的版本 7个版本 那么我可以把历史的版本给清理掉 另外一个回滚的功能 就是我可以回滚某些版本 总结下就是说 我们主要通过两件事情 来实现实现版本的管理 一个是macbook 27分和保序 来解决一个数据漂移问题 来实现就是数据的commit 因此按照一个实验窗口有序的 应该是7月2号 7月3号 7月4号 这样一个递增的一个顺势去commit 另外一个是通过savepoint 来实现一个 未典时间和commit 实现一个对齐 另外一个就是保证一个版本数据的有接性 保证 保证说今天的版本里面 只会包含今天的数据 然后我们是在savepoint上实现这一套方案 在savepoint编写的时候需要 首先定义定义这个版本的力度 比如说是天级的版本或者小时期的版本 对然后要指定一个watermark字段 这个watermark字段实在就是你的未典时间的一个字段 这个目前有个限制就是说它必须在原头的分片内是保序的 分片之间可以可以可以不保序 比如说像日志的卡布卡这种 可以用它的日志落盘的时间去作为它一个未典时间 下面是未来公租的一些介绍 顺利益的顺利益 主要介绍两块吧 就是在实施设计则路胡这一块的话 一个就是牛市的schema 用的路径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去完善版本控制的功能 牛市的schema 以为路径 牛市的schema 用的路径 路径就是说 在实施设计则过程中 原头的schema可能会发生变更 那么发生变更之后 来怎么去感知这种变更 然后同时通知底层的格式 去去去嵌你这个schema 目前来看的话 主流数据户格式 像HoodieData 它本身在格式层面 已经支持了一个schema的变更写录 然后这一块主要问题是说 牛4CC的这个过程中 怎么去感知 知道这个schema发生的变更 这是目前一个 这个问题的一个难点 然后我们这边是在探索吧 在探索主要说 用用麦克弹写机制 然后去去能提供一些方法 能够探测到这个麦克弹写schema 一个变更 能推荐它的schema 然后去去去去去利用这个 嵌解schema去去写写 写那个底层的文件格式 另外一个是完善 CC版本管理的功能 这一块的话 第一个就是说希望能够取消这种 温暖卖 温暖卖时间 它的一个分区有序性的限制 因为现在是要求 呃 因为你的分区之段 必须是在每个分区内是有序的 呃 后面是 呃 后面实际上是让你说能够支持 使用一个温暖卖次段来作为 作为你的温暖卖 试验 另外一个是这套方案去呃 怎么去和弗林克引擎对接 呃 早期的话 呃 睡会格式基本上是跟呃 跟SPA是呃 强偶合的 那么随着弗林克流引擎的影响力的提升啊 然后现在越来越 现在有很多睡会格式 其实上他已经呃 在做一些捷偶的操作 呃 支持弗林克引擎 比如说Hoodie 他已经实现了和弗林克引擎的一个读写的对接 那么我们在想怎么去在弗林克上面去实现这样一个能力 啊 这就是今天分享的一个全部内容 好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